說明條例好像不夠全面 你可否大致說怎樣全面才對呢 其實我剛才說過 有兩個很明顯的流動 我們都希望有法例監管 第一就是希望有些冷靜期 冷靜期 就像買樓一樣 其實上次我們討論這個法例 上期我們都討論過 但是政府覺得很多理由都拿出來 總之就沒有做到 第二就是我們需要一條全面的 消費者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法例 特別是賦予它一些特權去追逃 在這方面其實我們很需要一個 集體訴訟的權力 因為在我們現在的司法體系裏 我們沒有集體訴訟這件事 如果沒有集體訴訟的問題是什麼呢 你不會為了買公仔麵幾元 有問題啊 你不會的 有時候他們做的事很不合理由 每個消費者都受害 但是沒有人可以出來 從法律途徑去糾正他們 所以如果是有一個集體的訴訟權呢 對於保障群眾 特別是消費者的利益 會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這個所謂集體訴訟權 我們法律局委員會都看過的 也都提出了某些意見 但是一而既往 特區政府對於法律局委員會的意見 從來都不聽的 但是國內出了這麼多個報告呢 他就聽過一兩個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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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就是一兩個百分之一聽過 但是所有建議他都不聽的 我們都很希望呢 在這方面呢 或者可能我們有一個普選的特首 可能會做得好一點點 就是去回應一下 大眾都很關心的 就是保障權益的問題 好的